老公你回来了 回来了 爸 你们先坐一会儿 我呀 还有几个文件 需要审批一下 爸 爸 你怎么了 爸 是不是我太用力 你也太用力了 没有 爸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可能要晚点回来 你有什么事 就给我打电话 儿子 怎么了爸 儿子 能让他注意安全 好 爸 我知道了 儿子 爸回乡下了 爸不求你大富大贵 只求你平平安安 跟你媳妇 好好过日子 爸在这里 给你添麻烦了 我告诉你 这个家里 有你没我 咱俩 必须走一个 别每天 撞出那一副 半死不活的样子 你看看 别人家的父母 给子女留了多少财产 再看看你 作为父亲 你不觉得 消失吗 老公 你怎么又回来了呀 我说我爸 怎么最近心情不好 脸色也差 原来 都是拜你所赐呀 你这个人面兽性的东西 我爸 岁数都这么大了 你还远先 让他做家务 来折磨他 你现在赶紧给我过 拖这个家 姑娘 儿子 别 别 只要你们过得好 把数点围去 无所谓 家豪 我从你一无所有 陪到你现在 你现在让我走 你这个狼性狗费的东西 你割了我以后 我是没让你住高楼大厦 还是没让你吃三枕海味呀 这些 都不是你虐待我父亲的理由 养有贵乳之恩 鸦有反腐之意 像你这样的人 连畜生都不如 现在 拿着你的东西 不滚呀 爸 是儿子不孝 让你受苦了 爸 完全就是一辈子 你还等得上 此与笑而起 我家人都不孝 你赶紧